今年36岁09年开始担任山东鲁能队的主角 也是超喜及时秀吧 0比2 叮叮落后 叮叮出现了失误 排阵跟今天也是完全的一样 这场比赛也是北京 丁宁应该就是说耐下心来 然后从计算数上面做得更细一点 不需要太凶狠 主要是落点为主控制 丁宁的中间正手为主 本赛比双方的首回合的交手 丁宁跟陈梦也是在第一盘就相遇 当时丁宁是以3比1战胜了陈梦 包括去年的联赛 当时陈梦还是代表内蒙滚银行队 丁宁也是曾经3比1战胜了陈梦 6比3 陈梦来发球 好球啊 因为上来以后 已经第二个那个偷丁宁的长球了 好球 一般来说都是调阵压反 这种战术还是相对比较多的 对 现在双方进入到一个乡 内蒙滚银行队来比赛 那么这个赛季他们回到了家乡的球队 9比4 落点要变化 并没有完全的进入状态 还有一个那个不一样 就是说像这种啊 水平相对 哦 陈梦的正手非常的凶 现在第一局的比赛 小将陈梦 北京队的平相丁宁 从第一局来看吧 这个丁宁上来以后啊 还是那个对陈梦呢 这种击战术的变化 估计的不是很足 尤其是陈梦呢 上来就从转球呢 对 看看第二局的比赛 丁宁在战术上有怎样的一个调整 所以说呢 呃 不能说他 正手就 90年出生 22岁 而陈梦呢 是94年出生 今天呢 只有18岁 啊 这种位置 对 所以他对他来说吧 没有包袱 是这样 好 丁宁在落胆非常好 是 是在各队当中 呃 二号选手里面 胜率最高的 那比分是变成了5比0 丁宁 以同样的比分来占优 阿同辽宁 客场3比1胜广东 主场3比1胜8一 包括客场3 目前的全四场比赛 是获得了全胜 3比1的相同比分 战胜了内蒙古 大同 辽宁 以及8一 特别是 击败了8一队 是打破之前 7场不败的金身 也是让 北京队啊 这个士气大振 哦 非常的凶狠 那镜头也对着呢 李小霞 就李小霞在这一段联赛里面啊 状态可是远远不如 呃 在奥运会上 他击败过的叮咛 今天的这场比赛 也是本赛季 北京控宫女队的 联赛第五个主场 看看能不能赢来 哦 从7比0 叮咛领先了以后 我觉得他有点像 那个 反正这局也输了 然后就开始 扰乱叮咛 就开始 有点胡打的状态 对 得这场比赛 对于陈梦来说 没有任何的心理压力 输球是正常的 赢球就是曝出冷门 会议局不成问题了 那第一盘的前两局 战胜了1比0 从这局来看吧 呃 定领这个激战术 就是用得非常好 呃 而且呢 就是说 还是要盯住陈梦的那个 中间跟正手为主 然后再 呃 反正再牵制他一下 但是呢 就呃 要注意中 进行的国际平联职业巡回赛的总决赛 所以作为议员18岁的小将陈梦 呃 已经可以连续代表国家队啊 参加这么多重大的比赛 也证明他这一年的进步 呃 呃 十一届全英会呢 代表山东队也是拿到女团亚军的成员 反手位 嗯 他的反手的那个 控制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对 好 这个回合陈梦的这个正手也不错 好 好 领先一分 好 好 再打两个大脚 这个效果非常好 对 一个两个啊 你看 那是 女单和女双的双料冠军啊 女双的是和朱雨琳来搭档 所以目前世界排名也高居到了第十二位 是陈梦的表哥 哈哈哈哈 他在心里就占了优势 是 打开 很好 听得很实 而且很精粹 7比4 排名第一的丁宁 那就像您所说的丁宁跟李小霞这种 嗯 知名的运动员都被其他的球队啊 成为重点研究的对象 所以他不太愿意啊 率先出场 希望能够 第二个出场 另外一个就是 如果打二号主力的选手 能第一个出场 那么他可以休息一盘 在第三盘再打双打 所以这场比赛 赛前跟严勇哥指导也在沟通 他说如果我抽特队 那样的话 郭延先出场 然后休息一盘 然后第三盘才来打双打 那样更努力 尤其是对于30岁的老将郭延来说啊 今天是第二盘 第三盘这连续作战 双方的球队来讲 第一盘比赛 有一个选手发挥是异常的观点 丁宁这个球也是一个运气球啊 好用的 而且非常明显的是盯住了 从短球打起完了以后 打到第四局有可能 陈梦会有 这击战数块有些变化 有可能会跟第一局 首先是丁宁来发球 有一个滚瓦 陈梦这位年轻的球员啊 这个上升的速度很快 前途是不可限量 在年轻队员当中的 那个技术水平 以及成绩呢 是上升非常快的 一比一平 刚才一直都是在 反手位发球 现在都跑到中间位发球 丁宁三比九落后 而且他也让你打这种相直球 对 能在逆境当中来奋起 就变了发球的方式 这样比分11比4 陈梦是在第四局战胜了 丁宁 这样双方在第一盘的前两局 战成了2比2平 等一会儿进入到 学胜局的较量 学胜局是采用7分的赛事 果然性就更大 从第四局来看吧 呃 成功吧 这个技术水平 无为失误 呃 从开局啊 就是说没有把比分咬住 所以 谁先到三分 就会领先交换场地 嗯 对的 哎呀 慢慢一点控制一下节奏 对 呃 陈梦在 决胜局当中领先 而与此同时我们看 北京队的教练严永国指导 也许多暂停 从 这局来看呢 在开局并不算很好 而且呢 这几个球的落点呢 并不应得很实 反过来这两个球吧 就陈梦就是你看 呃 首先是毫无包裹情况下 那的话 我觉得有时候可以从速度 跟节奏上面呢 稍微调整一下 对 不一定非要拼速度 有时候拉了转一点 弱点呢 拉打到中间再打两边 一年连续两年平常联赛 女团的冠军得主 千万不能着急 这个发球又出来了 这个发球是有一点出台的 还是判断上面不是很准 对 这个发球 这个 这个 这样陈梦在决胜一当中啊 是七比 在双方第一盘的比赛当中 三东主能队的小将陈梦 是三比二 立刻了 北京控股集团队的 投二主力 精灵 但鲁能队呢 先是盘分一比零领先 这盘比赛 确实小将陈梦 发挥的相当的素色 特别是学胜区啊 以七比一这样一个压倒性的比分来 学胜 确实也显示出 他最近一段非常良好的